我先來參加這個活動 可能也有收穫很多 那我先來參加社長參加這個活動 第二個就是那些好奇寶寶 都通過我們這個訊息 到今天早上看到我的太太 我陪座我算是陪友的 老虎來了 他已經排出來有一些成果 我覺得是蠻新聞的 就是說這個出我意料 那我可能回去還要再 因為早上是有排過一次 剛剛社長也提了 大概就是宿便 那因為在這個禮拜 吃的東西都很少 大概也排不出什麼東西出來 我吃的這樣很少 那在這邊也吃肉非常少 那我是回憶說 在今年一夜的時候 我已經做健康檢查 最近的健康檢查就是 也是要禁食 然後他吃蟹藥 那個肚子真的是空了 那一種狀況 我回憶在那個 那我這個比較自然的方式 還是吃 但是如果吃的比較少 那我回憶說 在做健康檢查的時候 那個肌膚 他是要禁食 前一天都不吃嘛 然後前幾天都不能吃 有牽固的東西 只是吃一點湯 然後米飯也吃得非常少 所以那個好像賓城市 好像是在這種 胎兒狀態之下做了 然後去做健康檢查 他因為要照斷行進啊 照胃進啊 如果經典度 有做一個 就是測試一個健康檢查 所以感覺說這種是一種自然的方式 會影響我們正常的生活 自己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不影響我們選擇 對不對 這樣子的感覺 那麼 說我很多位 謝謝 我們好幾個抱抱 謝謝 謝謝你們